小龙女吴卓林家国落难,无起力求成龙身援手,成龙回应让人心酸。 最近小龙女吴卓林在加拿大落难的消息牵动了无数人的心,一个18岁的小姑娘一个人在异国台乡寻找自己的父亲,听见让人不禁落泪。 然而细细想来,小龙女此举背后是否有人安排,或者她本人遭人威胁呢? 她的视频是否向外界释放了其他信息呢?对此我们尚且不得而知。 2018年4月28日晚间,吴卓林的妈妈无起力发文痛势女儿的女友Andy,认为对方是利用女儿赚钱,并非真心实意爱住自己的女儿。 而女儿却对Andy言听计从,这让吴卓林很痛心。 随后吴卓林希望对方能放过自己的女儿,其他的都可以商量。 对于吴卓林的那喊,作为女儿的吴卓林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,这让作为妈妈的吴卓林很坐立不安。 一想到女儿是否被用药物控制,她的眼泪就忍不住往下流。 随后面对媒体采访,她更是无奈求成龙能伸出援手,解救女儿回香港,不要让女儿误入歧途。 截止到发稿时间,成龙方面并没有做出任何回应,这样的沉默真是让人心酸。 还记得成龙当年就说过不认这个女儿,在得知女儿是同性恋之后,她更是冷漠说了一句她玩得开心就好。 不少粉丝都希望成龙大哥能带起做一个父亲的责任,一个18岁的小女孩在等你去解救。 相信吴启力真的走投无路了,不然她也不会拉下脸皮去求你。